新北巨星耶誕演唱會 將在12月9號10號晚上登場 這次邀請了金鐘主持人 吳三如丹剛 而在記者會上 特別公布了18組 超豪華的演出卡司 神秘嘉賓郭書瑤 也特別現身 邀請大家一起來嗨翻耶誕城 新北巨星耶誕演唱會 將於12月9號12月10號 晚上6點起熱力開唱 這次邀請了金鐘主持人 Sandy 吳三如接下重任 並將搭配杨明慧 林莎等共同主持 她表示早已聽聞演唱會規模之大 雖然有壓力 也期待自己的表現 我就希望她把她可愛的那一面 能夠拿到我們的台上來 那這樣我們12月9號 10號兩天就透懂啊 了解啦 剛剛說這個楊明慧會拖累 只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 因為她真的很可愛啦 她很好找 所以其實這個主持群在台上呢 可以激盪出很多火花四射的美妙 期待期待 在卡司公布記者會上 神秘嘉賓郭書瑤也一同現身 她表示非常開心 能夠在歲末年中之際 透過音樂和歌迷們一起互動 屆時將會首度公開演唱自己的新歌 今天比較那種盛大跨年模式這樣子 哦 比較盛大跨年模式 12月份先wong up 暖身一下 暖身一下 那我要替粉絲們來問一下瑤瑤 你要不要唱新歌 我會唱新歌 對 就是首次的公開表演新歌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緊接著公布了演唱會的重磅卡司 12月9號有歌手張正月 Local天團911 輪番帶來快智人口的經典神曲 另外12月10號則有情歌王子李盛杰 和全能天王周湯豪壓軸演唱 一共有18組超豪華演出卡司 搭配國際規格的舞台與聲光效果 要讓民眾有個難忘的音樂盛宴 記者陳曉誕採訪報導 新北夜旦市集 今年出了連續七個週末假日 在板橋府中重慶路 行人徒步區有主題派對 主場活動則是從12月1號開始到12月3號 在市民廣場盛大開賣 現場推出有各式不同的聖誕節限定商品 並且首度舉辦最大的交換禮物趴 要一路陪伴大家 雪平到年底 2023新北夜旦市集歡樂開張了 金方局長何一銘表示 夜旦市集是新北歡樂夜旦城 最具代表性的生長活動 今年更規劃七加一主題 降日市集邀請大家一起來雪拼 今年的重點在於七加一 除了市民廣場12月1號到3號的夜旦市集之外 我們特別加碼在府中重慶街 以封街的形式來進行我們的夜旦市集 之後連續七個禮拜都會在我們的府中商圈的 這個重慶街來舉行夜旦市集 那這七個禮拜非常的豐富 那接下來包括我們的好禮派對 禮物派對 這個好市派對好清派對好勸派對 所以我想在這麼豐富的活動的情況之下 還是回歸到今年的主題 一起來雪拼 以聖誕老人的禮物盒作為今年的主題 至12月1號到3日跟在板橋市民廣場 推出交換禮物趴等好玩有趣的活動 有吃又玩等豐富內容 新莊區灣里長尤秀蓮邀約民眾 一起來吃美食交換禮物 感受今年不同的夜旦氛圍 我們市政府基本的四級活動已經開始了 我們里長在這裡邀請到我們萬能力的民眾 鄉親好朋友 作為來現場參加 這個活動裡面有吃又有玩的 也可以用我們的禮物去交換 希望大家都去參加 里長在這裡提早讓大家聖誕節快樂 市府今年集結200家特色店家共同響應 每週末輪番上陣七大主題 一路陪伴大家玩到年底 希望呈現最新北的夜旦祝福送給市民朋友 記者黃又贤新北市報導 汐止區山光路寒洞進去 緊鄰高速公路的道路 長期以來廢棄車一堆雜草重生 不但是環境的隱憂也是自然的死角 因此汐止區公所也在近期進行改善工程 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處理廢棄車 緊接著要進行道路重鋪 改善周邊環境 這一張張的照片就是當初 停放在路旁的廢棄車情形 只見車子都已經長出了雜草 而且一台比一台誇張 從汐止區山光路寒洞進去 緊鄰高速公路的道路 長期以來不少廢棄車停放長雜草 而且一停就是好幾年沒人管 再加上兩旁停放車子 大型車根本過不去也沒有辦法會車 不但是環境隱憂也是治安死角 讓地方很苦惱 就當里長到現在 就也是一個真的是一個 張亂點又是一個治安死角 經過公所那邊請清潔隊的 機查一個換一個一直在做 一直在施工他們真的很可憐 清完每個禮拜又垃圾一堆 工程廢棄物還有家裡的垃圾 拿一包一包進來丟 廚宜也是一包一包把它丟在那裡 我們請人家來割草的時候有沒有 割草的時候就整個那個割草機 割到那個塑膠袋破掉 破掉之後整個區跟蟲都跑出來 那看了真的很噁心 道路有390公尺 那因為之前我們的里長也反映 那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報廢的一個車輛 那環境也非常的髒亂 而且兩側都停滿了車 幾乎沒辦法來做正常的一個會車 所以我們也積極來尋求相關單位來做協助 那我們也公告期間滿了之後 就將這些報廢車輛一併來做移除 那才能夠把道路重新來做打塞 道路重鋪戲子區長林慶豐也特地到場 視察施工情形 根據了解戲子區公所在重鋪道路施工前 有先勘查現場大約有七八十台的車輛停放 因為兩側車輛停放無法進場施工 所以從10月中就張貼了告示單請車輛移動 後續也請警分局環保局協助 花了時間處理廢棄車 最近終於可以進場施工 大型的機具人員進場 將這段路面進行路面重鋪工程 三光路和張樹一路交叉口的寒洞這邊 在進行柏油的鋪設工程 那這個部分馬上在今天就會整個來鋪設完畢 那我們也會在兩側來畫設紅線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整個路鋪設完畢之後 那請大家在用路的時候請勿隨意停車 那能夠保持整個道路的一個暢通 那後續我們初步也會先在兩側先畫設交通的一個標線 那以利於我們警察單位來做執法 那後續也會是相關的一個需要 再來做相關標誌標線的一個調整 那在這裡呢 我再呼籲一下 我們在這裡面進出的你們 拜託 拜託你們 不要把你們家裡的垃圾帶進來 還有工程的 請你們把你們工程的廢修 該帶到哪裡去施工 哪裡丟掉就哪裡丟掉 不要帶到我們這個裡面 這個好不容易大家很辛苦的做起來 清潔隊也蠻辛苦的一直在處理這個髒亂點 所以在這裡再呼籲再拜託 不要再把廢氣物拿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丟 深光路寒洞路面重鋪完成範圍長度 將近400公尺 總經費大約200萬元 現在路面乾淨平整 雙邊都畫了紅線禁止停車 汐止區公所也請大家一起配合維護 接下來會針對是不是在單側畫汽車格 與舊通單位研議之後 再做後續的處理調整 這場會聯繫紙採訪報導 新北市新店大風國小 剛獲得市長盃少棒錦標賽的冠軍 馬上就和其他學校的精英選手 組成新北聯隊 要代表新北市參加台彩的威力盃 而關心地方基層運動的新北市議員劉澤章 也抽空到球場為球員們加油打氣 並且送上了家菜金 期許這些小小的球員們可以再創夾擊 球員們仔細聽著教練下達的戰術 並努力地把他記熟 這麼專注是因為這群小小球員們 即將代表新北市參加2023花蓮台彩 威力盃全國燒榜賽 而相當關心地方基層體育發展的 新北市議員劉澤章 除了道場為選手們加油外 也製贈了家菜金 希望球員們能夠獲得夾擊 今天最主要就是說 大鵬國小在今年拿下了 那個市長盃的冠軍 所以他今年在新北有所謂的主賽權 主訓權 那這次就是結合其他學校一起 就是要參加這個明年這個花蓮的這個 這個台彩威力盃的一個掃棒錦標賽 所以我想今天特地來這邊看他們訓練 然後也是給他們加油打氣 然後給他們自爭一些慰問金 主要就是希望說他們能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吃好喝好然後有體力然後面對未來的挑戰 也希望說他們在這個錦標賽的時候 能夠拿到冠軍一百萬 然後這個讓為新北市爭光也為新店爭光 值得一提的是球隊中大多數的球員 來自新店大鴻國小 此外還包括了其他學校的精英球員 必須加快縮短磨合時間 並培養出默契 經過不斷的練習下 教練也給予這群學生相當的肯定 目前我們就是已經到第二階段了 包括住宿然後培養他們默契 所以目前第二階段看起來 他們的隊型效果還不錯 他們的融合跟球員之間的相處 跟默契方面培養的還不錯 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很團結 然後已經可以達到打真正比賽了 所以很有信心可以拿到好成績 新北聯隊即將與其他20縣市的球隊 在球場上一架高下 透過平日扎實的訓練和堅定的信心 希望能在本週的賽事中取得佳績 為新北市奪下冠軍的殊榮 記者綜合採訪報導 很多人會常常忽略肝臟的問題 因此國際扶輪3522地區 為了協助推動疾病的預防還有治療 在淡水區的新市國小 舉辦肝腎篩檢活動 希望達到預防的效果 減少健保負擔 肝腎問題疾病為國人常見的健康狀況 許多人都會常常忽略肝臟問題的產生 因此國際扶輪社3522地區 為了協助推動疾病預防及治療 秉持著早期篩檢早期治療的理念 日前在淡水區新市國小 舉辦肝腎健康幸福人生篩檢活動 藉由抽血驗尿篩檢活動 與衛教講座宣導 喚起民眾關注對於肝腎的健康 達到預防疾病的發生 降低洗腎風險 減低健保支出 我們每一年都有一次 由我們這次扶輪社3522地區的第六分區 來推動這一次的所有的這個活動 那非常感謝很多我們的民眾 跟我們扶輪社友 都很響應這樣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做了五年了 我們希望這個好的活動 能夠持續的再延續下去 給我們淡水地區的所有的居民 還有我們的扶輪社友 有這樣一個機會 每一年來體檢一次我們自己 在肝腎這塊上面的一個了解 福人社表示過去五年當中 每一年都會在各地舉辦 肝腎篩檢活動 與新北市醫師檢驗師公會 及新北醫師公會合作 篩檢項目有尿液血液 腎功能肝功能血脂肪 就是希望一同為社區民眾的肝腎健康把關 我們當然在肝腮的過程當中 會花一點時間排隊等待 那在這個同時我們也舉辦了一些講座 針對整個肝腸上面的了解 因為我們必須要了解我們自己的身體 情況才能夠來面對我們自己的肝腸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一些活動 都能夠針對著我們民眾 來這設計 也不要造成一天無聊的活動 希望它是精彩的 這次活動相當盛大 現場更將近有1000人來報名參加篩檢 不僅是排隊進行抽血檢測 在現場更邀請到了腎臟專科醫師來進行講座 教導大家如何預防及拼施保健腎臟 另外還有許多精美日系家電的抽獎活動 非常豐富 在顧好大家健康的同時 也能夠讓民眾滿載而歸 記者是端一帶水 採訪報導 所謂釣魚簡訊也就是說 他會去聯繫一個詐騙的一個網站 比如講像說你的通行費 你的停車費 你的汽車燃料費已經允許 那你就是點入他的這個網站 點入網站裡面 你又輸入你的這一些的資料 或者你的信用卡 他騙個資嗎 騙個資 騙你個資進去 那去做這樣的一個詐騙的一個行為 給我給你 台北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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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違規沒有失備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點注意安全與你相遇 競爭刺激的過馬路大賽正式開始 選手們能安全抵達終點嗎 出現了 馬路上出現違規大魔王 為停讓行人 警察開單舉發 車輛沒有停讓行人 會罰錢 症人重傷或死亡 應付刑事責任 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他會吊燒駕照喔 過馬路不能滑手機喔 行進入口要停讓 你有安全有保障 細紙鐵路三軌通車後 每天上百般的火車經過 產生的噪音影響到 沿線的住戶生活品質 因此立法委員賴品瑜 就召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刊 研尼在台鐵細紙區 沿線加設隔音牆 改善火車噪音的問題 細紙的鐵路三軌通車後 長久以來的火車噪音 讓沿線社區住戶好困擾 也嚴重影響到附近居民的 生活品質 因此今天下午 立法委員賴品瑜 和立法委員審法會辦公室 就邀請台鐵和里長等人 在細科站進行會堪 研尼台鐵細紙區 沿線全線加設隔音牆 改善火車噪音問題 之前我在大概一個多月前 我在交通部也有質詢我們王國財部長 有跟他說 因為當年其實並沒有想到說 細紙現在發展得這麼快 那第二就是說 其實呢 現代人2023年 我們對於這個居住的需求 還有這種居住水準的要求 已經跟過去很不一樣了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細紙區真的是高度的發展 所以我也要求交通部 撥金費做可行性評估 那目標是呢 再來 未來就是全區都要全區台鐵的沿線 都要去做隔音牆 過去還沒有高價之前 這個建築物都已經存在了 那因為要配合這個公共工程的進行 那大家也無可奈何 但是一二十年過去了 每一天的這個 往返的這個班次 幾百個班次 尤其進站跟出站 然後那個噪音 大概的分別都超超飆的 台鐵火車路線貫穿細紙 沿線許多社區居民都深受噪音困擾 每天幾百班次的火車反覆經過 都是沿線居民的惡夢 會看當天台鐵也透過簡報進行說明 目前台鐵方面有撥用六百萬的經費 進行可行性評估 如果順利的話 將可在二零二五年開工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一任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 我要為我們繫紙 特別是交通建設去打下基礎 因為我們繫紙真的是 越來越多人搬進來 那我同時也覺得說 為了要回饋 很多人選擇繫紙當第二個故鄉 自己落腳的地方 其實我認為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作為一個名義代表 也有這個責任去把這些建設做好 這些居民原來他們的住宅就是在那邊 是因為我們高架建構了之後 影響到他們的生活的品質 所以說我剛剛有建議是說 希望優先考量比較接近鐵道的住宅 優先來做一個隔音牆的這個施工的標準 每天的火車通行是繫紙民眾在捷運完成前上下班 或是外出的重要交通工具 期盼後續能儘快透過全線加裝隔音牆來改善噪音問題 讓繫紙居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記者李嘉文繫紙採訪報導 繫紙區新台五路尖峰時間 車流量大 尤其下班時間往繫紙方向 在靠近遠雄賣場的路口 左轉車經常會看對象的來車針道 容易造成糟通意外 因此新北市議員廖仙翔 就召集單位辦理會堪要求改善 新台五路是繫紙重要的連外道路 尤其上下班尖峰時間車子好多 而在下班時間回繫紙 在靠近遠雄賣場這一段又特別塞 主要是因為雖然在往繫紙方向有四個車道 但是卻有兩個車道是可以左轉 最內側車道就算了 第二個車道設計是可以執行也能夠左轉 當有車子停等要轉彎時 就會影響執行車流 尤其當執行車子又要轉出車道時 產生交織更是危險 車道配置大概有四個車道 那最內側車道大概就是回轉跟左轉 那內側第二個車道就會直行跟左轉的車道 但是這樣的設計是比較奇怪一點 因為一般來說左轉車道跟回轉的車道 只會在最內側車道設置 那現在它如果說連內側第二個車道 都有左轉的允許的話 那就變成說下班的時間 停等的車輛會很多 就變成說它沒有直行的功能 那回繫紙方向就只有外側的兩個車道可以直行 那就變成說下班的時間我們新台五路 非常的塞 車子還蠻多的 會啊 會 有的時候應該要做一些改善 要啊 新台五路塞車嚴重 民眾都希望能夠改善 讓交通更順暢 所以西北市議員廖欣祥就邀請了市府交通局 公所等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希望能夠將現有的車道配置做調整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跟交通局來會刊 看是不是把我們維持最內側的車道 就是可以回轉跟左轉 那內側的車道就改為執行車道就好了 那如果說真的 左轉的空間停的滿了 那我們需要回轉的朋友 那就到下一個路口南新路去那邊回轉 讓執行的車輛不要 因為左轉的車輛卡住 變成說只有兩個車道執行 那希望這樣子 如果說維持三個車道能夠直走的話 那可能對於疏解區域的交通會比較有幫助 在會看討論之後 在天橋下這一段 將內線第二個車道 改為只能執行 紓解這一段的交通瓶頸 加上慧琳希子採訪報導 新電區永安里 運用黃金支收站的盈餘部分經費 頒證獎助學金 要給新和國小的清寒學子 里長林清一表示 雖然金額不多 不過這是權力的李明和志工 一起做支收 努力落實環保的成果 希望能夠藉此鼓勵孩子 興奮向學 為了回饋地方關懷在地學子 新電區永安里 運用黃金支收站經費 頒贈獎助學金 給新和國小清寒學童 校長方問已表示 非常感謝里長林清一 以及里內志工 不僅長期為里內環境維護而努力 更經常關心孩子 期許獲得獎學金的孩子們 都能種得感恩 不忘學習持續向善向上 有一句話是 教育一個孩子 要用全村的力量 我覺得林里長呢 藉由這樣子的 一個獎助學金的 號召跟頒獎 帶來我們整個永安里 我覺得是未來來講 大家是凝聚力更強 然後為我們孩子的未來 能夠照顧的更多 永安里從去年開始 以資收站部分盈餘捐助 在地學校獎助學金 今年獲贈獎助學金的學子 一共有29位 里長林清一表示 獎助學金的金額 雖然不多 但這是永安里里民 一同做資收努力的成果 期盼藉由獎學金的捐助 鼓勵孩子勤勉向學 同時也再次感謝 志工的無私付出 對他們而言 這是一種支持 一種鼓勵 雖然錢不多 但是我覺得 也讓我們永安里的 所有的禮民 有做資收的禮民 都有共同為社會 奉獻的一個機會 而除了獎助學金之外 永安里志工黃月兒女士 孩子掏腰包 購買的文具用品 送給孩子們 祝福他們能夠學業進步 每一位拿到獎助學金的孩子都相當開心 有人說要將獎學金交給媽媽存起來 也有人說想去購買書籍 不約而同的是大家都露出了幸福笑容 獎助學金的頒發 不僅為新和國小的學子們 帶來更多的希望與鼓勵 也展現了社區力量 凝聚溫暖的一面 記者陳曉淡採訪報導 新北市淡水區油車裡 英法共餐活動舉辦超過10年 紅樹林有線電視 特別捐贈了3萬元的家菜金 要讓長輩們吃得健康開心 另外還特別介紹智慧監控系統 要為長者的居家安全把關 在現代高齡化的社會當中 照顧引發長輩成為許多家庭 與政府的重要任務 新北市淡水區油車裡 英法共餐活動舉辦超過10個年頭 每個星期二 里長都會相當用心準備料理 為此紅樹林有線電視更長期為油車裡 共餐捐助家菜金 在年終之際也不例外 這次更捐助了3萬元家菜金 來為油車裡的長者加菜 每天都幫我們贊助3萬元家菜金 但是因為我都會做一間開放 辦得請我們大家聰明 所以我感覺到有一點苦心 今年有辦法改變方式 所以我跟大家說 半年就有3、6元的家菜金 所以要請我們提醒 到這邊來做共餐 這樣好不好 好 里長也說非常感謝紅樹林有線電視 就是這麼支持也相當感動 雖然里長在今年手受傷 無法下廚料理 非常出名的家常菜色 但共餐除了會購買 許多針對長者設計的營養便當 來給長者一起吃飯之外 還會有消防隊與火災預防宣導 而這次紅樹林有線電視 也一起為長者解說 居家照顧智慧監控系統 讓長者了解其實網路結合監視器 也可以很方便 每年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都繼續來關注 讓大家有些人的鄉親 大家共餐 加菜金 大家吃得好 吃得飽 吃好健康 吃飽就飽 好 紅樹林有線電視表示 對油車裡長者 所料理的家常菜相當懷念 因此不僅是在年底捐助3萬元 加菜金 來幫助油車裡 明年度的共餐錦上添花 更期待里長的手快點好起來 才能夠吃到油車裡的好味道 也期盼下一次共餐 大家可以再齊聚一堂 享受共餐時光 記者 喜歡蛋水採訪不到 再過一個多月 憑著要處理許多禮物大小事 根本一個人分身乏術 所以主動到場 將每一份的月曆包裝完成 讓里長很感動 里長、立委、一些議員 都會送水果月曆來給里辦公室 我們這裡辛苦的里長2天 大家都會包裝 這一個也是要做一分鐘的時間 大家包好送給我們的鄉親 讓他們一年可以平安、身體健康 大家多好處 里長這麼多人也做不去 我們這裡大家來幫忙 2天、林鄭也大家都好想 來幫忙 把水果月曆滾給里面 三個時期水果 過年釣一下紅 大家都很開心 每年抽搶手的水果月曆只送不賣 里長把握機會 接受了以台灣一年到頭所產生的 當令水果為主題代表的含義 釣水還可以看日子 還沒有人 這個館長的水果 可以代表我們 吃月份是出生什麼東西 就為他的意義財 請吃月份就是甲嬤 甲嬤就是大吉大利 橘子 2月份 蘋果就是大家可以平平安安 3月份 出生翁來 就是讓大家吃到翁翁來 明年113年也是國人最討喜的龍年生肖 里長說這份精美的水果月曆 數量有限 想要收取的民眾行動可要快 作料也有寒 所以 如果鄉親有需要的 就來臺灣女子 地方名代福祉 每年印製的限量水果月曆 精美又好看 甚受大眾的喜愛 但希望藉由這份小禮祝福鄉親們 龍年平安健康型大運 記者黃又贤新中報導 水利發電在臺灣是相當重要的能源 在桂山發電廠就設有一座 新電溪流域水利發電文物展示館 當中展出有30件超過一甲子的歷史文物 還有許多珍貴的老照片 希望藉此讓民眾能夠更深入了解 水利發電的發展史 桂山發電廠從1941年運轉到現在 已經超過80年歷史 堪稱是古董級電廠 為了讓民眾能夠更深入了解 台灣水利發電的引進史 桂山發電廠特別設立了一間 新電溪流域水域發電文物展示館 同時也藉此推動文史資料的保存 與文化傳承 水利發電 所有台灣的發電的起源就是新電溪 那所以說新電溪的文史是非常之多的 那在這裡所展示的東西 就包含了新電溪建廠的歷史 從日據時代開始 那這些水利發電的電廠 建廠的歷史 那另外這一面 我們還有介紹一些 新電溪的一些綠能 還有一些生態的部分 新電溪流域水利發電文物展示館 雖然空間不大 但收藏的文物與歷史記錄卻相當珍貴 當中展示了近30件 從1950到1960年代文物 包含1953年 烏來電廠水車市值班人員 手寫的每日天氣 以及發電量等資訊的值班日誌 還有這個1951年代的廠長辦公皮包 過去都是用來裝公文與員工薪水 具有階段性的歷史意義 這是當初廠長在用的公司包 它不是他裝他私人的東西 它是公文交換 就是跟總公司之間公文交換 還有放薪水的 以前早期薪水是現金 所以說非常珍貴 那以前早期我們台電 看電也是不用錢的 因為他們怕我們停電 那所以說這個公司包 坐公車也不用錢 所以說這是特殊的地方 而在正面老照片牆 更蒐集了過去新電溪流域 電廠員工工作生活娛樂等照片 民族珍貴 另外館內也展示了新電溪流域 豐富的動植物生態照片及說明 而且照片都是由廠長吳振隆親自拍攝 吳振隆廠長表示 貴山電廠的文物展示館 開放讓機關與民眾團體 預約免費參觀 現場還會提供導覽解說 歡迎大家起來感受 歷史古蹟文化的美麗 記者陳小淡採訪報導 大家好我是李懿 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求職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幾點 第一 偵材公司需 合法立案且正派經營 第二 千萬不要隨便交給陌生人 你的帳戶提款卡 或者是身份證件 也不要亂簽署任何文字契約 第三 通常跟你講說 錢多事少離家境 通常都是詐騙陷阱 你可以直接打 165詢問喔 認識詐騙集團的這個手法 這假網拍啦 假投資啦 還有ATM的這個解除 分期付款 假愛情 猜猜我是誰 假投資啦 最快嚴重 假投資吳 他的手腕吳 一定都通過 臉書或是Google 網路平台 要給你加入來 所以如果是在臉書 Google要求你說 這有標股啦 這個心理通口的這種投資喔 假製名人 要跟你 說要跟你請標股 對他操作 叫你吃爛 你騙 你不通 其實在收到 現封以前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是國務院法官 那個當下其實我有一點 害怕 我真的能升任嗎 法官都很細心的告訴我們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現場的人他是專業的 你怕什麼 哈囉大家好 我是謝成君 打防詐騙的呼籲 常透過交友平台認識 多文字甜言蜜語 交往不久呢 便以各種明目要求 匯款投資 寄送禮物 或者是代保管地契手續備用 提醒民眾 遇到網友要求匯款時 務必要提高警覺 165反詐騙專線咨詢喔 最近在雙北地區連續發生多起財務失窃案件 台北市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貨報成立專案小組 經過調閱監視器比對之後 發現一名年約70歲的許姓男子 涉有仲嫌 逮捕後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偷偷靠近貨車 趁著司機卸貨忙碌之際 70歲的許姓老翁大搖大擺 將放在駕駛座的包包跟財務拿走 他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 就以相同手法在文山區連續犯案四次 而到了9月下旬 老翁故技重施 趁早餐店店家忙碌不備時 拉開收銀機邊署前邊偷竊現金後 隨即快步落跑 警方接獲報案 趕往現場調查 經調閱監視器 迅速辨認出 是在雙北地區犯案多起的老冠切 警方迅速將犯嫌查契到案 將持續追查由設計其他案件 全案因切到最嫌疑送台北地檢所偵辦 鎖定嫌犯後 警方及時逮人並追回早切現金 也全數歸還給被害人 警方呼籲民眾應該妥善保管自身財物 並加強房切措施 若發現可疑人士或是東西被偷 因立刻報警維護台廠安全 記者顧山友台北採訪報導 今年流感季節 台北市出現首位流感病發重症死亡的病例 個案為80多歲的女性 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史 沒有接種過流感疫苗 衛生局就呼籲 符合公費接種的對象民眾 應該要儘速完成施打 尤其是65歲以上的長者、嬰幼兒、慢性病患者 以及孕婦等高風險族群 才能夠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一名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的80多歲女性 沒有接種流感疫苗 11月19日出現發燒、呼吸喘等急性上呼吸道症狀 到醫院診斷為A型流感 沒想到病情急速惡化 第二天就病逝 這也是今年流感季節 台北市出現首位流感病發重症死亡案例 流感症狀除了發燒、咳嗽、肌肉酸痛、倦帶、流鼻水、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外 也可能出現噁心、嘔吐及腹泻等肠胃道症狀 台北市衛生局提醒 最近氣溫變化大 呼籲符合公肺流感疫苗接種對象的民眾 竟速完成接種 尤其是65歲以上長者、嬰幼兒、慢性病患者及孕婦等高風險族群 才能產生足夠保護力 至於近期中國大陸呼吸道感染疾病升溫 衛生局提醒民眾前往之前 務必完成流感、肺炎鏈球菌、新冠肺炎等疫苗接種 反國後如果有相關症狀 應配戴口罩、盡速就醫 主動告知TOCC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 方便醫師即時診斷通報 並落實自主防疫措施 以降低呼吸道疾病傳播風險 記者游詳婷台北採訪到 台灣有許多民眾喜歡到日本旅遊 不過醫師發現 越來越多人回國之後 開始出現手抖、心計、體重減輕等甲狀腺機能抗進的症狀 醫師也提醒民眾 食用大量寒點的食物 像是海苔、海帶還有昆布 可能會誘發出甲狀腺機能抗進 特別是有家族病死的朋友需要特別注意 天氣冷嗖嗖,狂吃昆布火鍋 或是來碗熱呼呼的拉麵 博醫師提醒 小心這樣的高寒點飲食影響身體健康 像這一對30歲姊妹到日本旅遊時 大吃日本火鍋跟各式麵類 回來之後兩個星期出現了心跳加快 手抖、怕熱跟失眠等等症狀 嚇得趕緊就醫 晚上睡好像睡不好 然後體重有些未解輕 然後甚至她開始覺得越來越緊張 甚至就是手會開始抖 妹妹大概隔了兩三天之後 也開始類似的症狀 所以她們就來仁愛來求診 那來求診之後 我們幫她抽了甲狀腺荷爾蒙 抗體這些來看 的確就是甲狀腺抗進 在台灣每10萬人口 就會有96位新的甲狀腺機能抗進病例 耗發於30到39歲女性 醫師提醒如果有家族病史 又大量食用寒點高的食物 就可能會發病 班人裡面我們會很鼓勵吃寒點的食物 因為點事實上對於小朋友而言 是生長發育用的 那在台灣因為之前五點鹽的開放 所以事實上台灣是屬於輕微缺點地區 只是在一些病人 就是她在家裡面有甲狀腺抗進的 這些病史的家庭裡面 就是她可能要很注意 就是平常去吃完大量寒點的食物 或是說生產完後 或是在工作繁忙的壓力之下 有沒有產生類似甲狀腺抗進的症狀 而在規律的服藥跟限制寒點飲食之下 病人不舒服的症狀都完全解除 醫師也發現 近來由於富裕旅客大增 臨床發病的病患也將以往增加 如果病情沒有控制 可能會引起眼病變 高血壓跟心率不整 甚至心衰竭 提醒民眾特別留意 記者顧彩勇 蔡邦邦导 台北市民傳國小 為了響應而服聯盟 哇 我們不一樣反霸凌計劃 特別號召試身 穿著不一樣顏色 款式 甚至是大小的襪子前來上課 還特別在下課的休息時間 大家齊聚拍下有趣的照片 希望能夠藉此讓學生 懂得彼此尊重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無可取代 終身一響 馬上到了國小下課休息時間 但很特別的是 學生們馬上聚集在校園的中庭 興高采烈的繡出腳上的襪子 原來這些學生與老師 一同響應而服聯盟的 哇 我們不一樣反霸凌計劃 每個人的長相因為都不一樣 因為想要獲得別人的尊重 也需要先尊重別人 然後每個人都不一樣 不能就是區別對待 就是因為今天也有很多人 就是穿不一樣的襪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般般 而且就是我覺得平常 穿錯襪子應該也不會什麼 不會太奇怪或什麼的 開心大家可以一起尊重 就是尊重穿不一樣襪子的人 可以尊重牌的人 然後也可以去就是去看一下 就是這個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想要跟我們一樣 就是顏色不一樣 然後圖案也不一樣 是會覺得還蠻棒的嗎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奇怪 跟大家說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他尊重別人的想法 還有他們的不同 明川國小師聲響應兒福聯盟的計畫 選在平常上課時間 穿著不一樣的顏色 圖案 樣式的兩隻襪子來到學校 學生們展現出無窮的心意與創意 還一起瘋狂的擺出別具特色的動作 拍照留念 他們還是會擔心說 今天如果我自己一個人 穿著不一樣的衣服或不一樣的搭配 可能還會是引起一些一樣的眼光 但是我覺得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孩子可以了解說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獨特的一個特質 獨特的一個個性 或者說長相 然後他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了解說彼此相互學習 相互尊重 無論是有些不同色系 亦或是穿上自己最喜歡的卡通圖案 這些學生充分展現出尊重彼此的不一樣 也絕不因為不了解而去霸凌別人 反而很熱衷的在這次的快閃活動中 社長們也希望藉此傳遞到不一樣的平等教育 九層花城報導 雕塑藝術家武昌田長期專研佛像的製作還有修復 累積四十多年雕塑功力 積極從傳統中不斷求新求變 融合不同的工藝技術還有素材 創造題材豐富多元 尤其擅長以簡單的線條 刻畫人物神情 作品中帶有巧思 引發觀賞者的共鳴 深刻感受工藝之美 圓滾滾的大象撅起屁股 鼻子上還捲著如意 象徵吉祥如意 還有鯉魚耀蓉門 以熬的造型浮出雲端 代表熬出韻 接下來這件作品 馬屁上坐著一隻小猴子 答案應該也不難猜 叫做馬上豐猴 華夏文化裡面要表達的就是 升官發財 宏圖大展 那這隻小猴子 其實他的表情非常的可愛 而且他其實我們 就是吳老師在雕塑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小巧思在裡面 譬如說小猴子的手是比一個讚 然後貼在臉頰上面 運用中文諧音 雕塑藝藝術家吳昌田 把馬上豐猴具象化 發揮幽默巧思 吳昌田學生時代 接觸美學教育 從素描打底 累積創作能量 還能治療牙痛 我那一次回去 已經九點半 十點半左右了 痛得真的是沒辦法 就寢睡覺 只好又拿起了畫筆 就是我們的鉛筆 然後畫起了素描 畫了差不多將近一兩 一個多小時後 我發現牙齒居然不痛了 因為興趣 練就專注力 曾經藝術世界 可以不受外界干擾 當兵時期 接觸佛像製作與修復 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 可以專研雕塑技巧 不斷在作品中 求行求變 一個自然的一個情況下進入 然後覺得 它可以帶給我經濟的一個 所以那個時候 就特別的在於這一塊領域 只是中間又發現到 它特別的需要 也特別需要一些能力 然後也發現它的美 所以在這幾年當中 我也藉著佛像的羅美跟圓滿 來做一些創作 在這個衣巾的部分 吳老師他就用了很薄 薄像紙片一樣薄的這個瓷土 慢慢的去把它修飾 貼在這個衣飾的上面 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因為兩種材質的不同 所以其實它在燒製的時候 最擔心的就是 收縮筆會不一樣 會導致這個作品 有時候會崩裂 有時候會解體 或者是這個衣飾的部分 就分離了 不同梅材經過高溫淬煉 佛像雕塑 承穩又升聚獨創性 跪及吳昌田 40多年累積的雕塑功力 還試著在平面放大佛像面容 利用刻畫技巧 加深輪廓線條 展現莊嚴慈悲 感動觀賞者 其實是一個平面 但是它用深刻的線條 或者相對比較淺的線條 表達明暗深淺 那這件作品 其實最難的是 這個手環的部分 因為這個手環 兩個手環 在這件作品上面要表達到 它完整的是圍繞在手臂上面 所以這也是雕塑功力 最重要的展現 創作發想來自佛像雕塑 吳昌田更多的對人事物的觀察 把文青少年配上 六七零年代流行的喇叭褲 重新出發 減少世代鴻溝 紀錄時代演變 它的手裡面 也做了特別的支撐 有用了四個 四個孔的一個結構去支撐它 所以最後在燒紫手 我們也很幸運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結構 其實它沒有辦法 完整的呈現這個手的樣子 吳昌田用雕塑刀 刻畫人生百態 創作題材豐富多元 融合不同工藝技術和素材 舉辦雕塑各展 擺脫展覽作品的字式解說文字 讓觀賞者 從自己的視角欣賞作品 感受不被框架束縛的工藝美學 記者邱聖明台北報導 新聞最後一起來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動 也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